大家好,欢迎观看千大吃货的烘焙教程 用普通面粉就能制作法棍 无糖,无油,做法简单 不用揉面,只需要时间的等待即可 刚出炉的法棍,外皮较脆,组织柔软 能吃到纯纯的麦香味 只有自己在家做,才能品尝到这新鲜出炉的美味 先看看室温啊 今天是27度左右 一点点蜂蜜和水搅拌均匀 很多配方会使用麦芽筋,帮助面包上色用 但是一般家庭是不会特意去备这个 所以改成蜂蜜 没有蜂蜜的话也可以不添加 先把面粉,盐,酵母搅拌一下 倒入水,用筷子搅和搅和 再下手揉,揉至面粉和水充分结合 法棍的配方啊,其实都差不多 就是一个含水量的问题 建议新手操作,把水量减35克左右 现在面团的状态大家可以看见哦 非常的粘手 而且面筋一扯就断 盖上保鲜膜,室温下松弛30分钟 30分钟后,面团表面粗糙 但是面筋已经能够拉扯起来了 还是有点轻微的粘手 现在来开始第一次折叠 扯住面团的一角往中间堆叠 按照顺序依次操作 再把面团从底部抄起 收紧面团的表面 粘揉一般也叫水合法 面粉加水后就会自动形成面筋 但是需要时间 这个方法也可以应用在很多面包上 如果说对这个问题有不懂的地方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盖上保鲜膜,室温下继续放置50分钟左右 50分钟后,可以看见面团的表面已经接近光滑 拉扯面筋可以看见一张粗糙的膜 而且一点都不连手了 现在还是用一样的方法把面团进行折叠 放置的这个过程,醒发也是在进行的 如果室温高于28度 建议面团冷藏半个小时 降降温 今天会分享两种制作方法 一种是两次折叠,冷藏隔夜第二天再烤 一种是三次折叠,现做现烤 先来操作第一种 第二次折叠完成后 找个密封盒,把面团扔进去 放入冰箱冷藏隔夜 这种方法其实非常适合家庭制作 可以晚上抽点时间把面团弄好 第二天下班回家拿出面团 回复室温,造型烘烤 这样每天都能吃到新鲜出炉的面包 工具上发酵布可以用油纸代替 转移板可以用纸板代替 面团的表面撒粉 大量撒啊,别担心 特别是含水量高的面团 想要不粘手,必须得靠干粉 桌面上也来点,把盒子倒扣过来 面团会自己慢慢的落下,不用着急 在分割面团之前,把面团整理好 这样才能让分割的面团重量大致一样 切成四份,四根小法棍啊 如果说你不想整形 切个长条就可以割口直接烘烤了 像家用烤箱的烤盘一般都是40乘以30厘米左右 所以太大的法棍,咱们也放不下 整形的时候就要注意别搓太长 切好的面团依旧是整理一下形状 拍拍表面,轻轻排气 从下往中间折叠 再从上往中间折叠 继续轻拍,拍气 用大拇指辅助一下啊 把面团卷起 接缝处,不需要压太紧 继续第二遍这样的操作 看一下接缝的位置啊 尽量保持成一条直线 并不需要封死 就压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子 封垢朝下 轻轻的把两头搓尖 法棍的长度也可以稍稍带长一点 底部朝上 准备进行最后的醒发 醒发的时候,盖上发酵布 湿度如果太低 还可以加盖保鲜膜 我大概是醒发了30分钟的样子 捏一下法棍 看回弹速度 还是要轻微的回弹啊 如果不回弹 那就是发过了 会影响法棍割口 从发酵布上转移到烤盘里 割口的重点啊 想要矮多的那种 就要45步搅割口 不能割太深 这个需要多加练习 割口的速度要快 下手逆倒均匀 第二条割口 一般是从第一条的三分之一处送入烤箱 上下火240度 时间22分钟 蒸汽2秒 现在是第二种制作方法 第二次折叠后 醒发50分钟 面团体积变大 表面依旧光滑 进行第三次折叠 这时候呢不能破坏面团的光滑表面了 用刮板粘粉 把四周刮开后 从底部抄起面团 往上提 两端收到面团的底部 再换另一边 一样的操作方式 第三次折叠完成 继续醒发50分钟 面团的体积变得更大 撒干粉 按压面团看一下状态 是有轻微的回弹 后面就是一样的操作方式 倒扣面团 分割整形烘烤即可 烤好的法棍重如辣 面粉品种不同 烤出来的法棍口感也是不一样的 看一下这个开口 还是可以的 切开看气孔 都是往上走的 这样就是正确的 没有发过头 家庭制作的话 免揉还是挺方便的 但是重点啊 还是要控制好温度 以及洗发的状态 这样才能做出好吃的法棍 法棍的吃法也有很多种 我家常使用俘虏加法棍 不信你做好法棍后 也来试试 这期的教程就到这里啦 我是千千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